他们是全球最后一只吸血鬼部落 喝露血 吃生肉 却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乍一看 还以为是自己的同胞 他们的早餐更是地表最硬核的 选择一头强壮的驯鹿 然后极限人烈而死 而这头母鹿眼里全是悲哀 因为那是她的丈夫 然后拿出珍藏千年的百年宝宝 挑破驯鹿全身的经脉 退掉驯鹿穿了21年的皮草 然后划拉开驯鹿的肚子 撕扯掉驯鹿不可食用的脏气 驯鹿肚子里的第一碗露血 是极为珍贵的大补佳品 此时胸腔内温度高达100度 一碗滚烫热血的露血下肚 瞬间让你强到没朋友 而老人和小孩最爱吃的就是露肝 因为它足够丝滑鲜嫩 比较好嚼 而剩下的另一个露肝 则是用来充当整个血咽最为重磅的露血火锅 先是将露肝划拉几道 撒上不要钱的白糖 进行腌制 而后倒入驯鹿的胸腔内 露肝伴着露血一起吃 这就是整个血咽的压轴菜 华拉露血干丝 而它们则是俄罗斯边境上的游牧民族 涅涅此人 它们从小只要长出乳牙 就开始喝露血 吃生肉 因为当地温度一般都在零下50度左右 蔬菜和粮食无法获得生存 它们只能吃露肉 驯鹿是它们最不缺的 同时驯鹿也是它们心中的图腾 而像如此的血腥的血咽 也是它们日常生活的正餐 而作为中年人 它们最喜欢吃的还是露鞭和露蛋 毕竟天天要外出训练驯鹿 吃点这玩意也是迫不得已 其实涅涅此人 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的叮铃人 因战乱被迫迁徙到了俄罗斯一带 而露血大部分都是被孩子喝掉的 家长们会强制她们每天喝一斤的露血 因为条件坚固 唯有露血可以补充 她们身体所缺的维生素和蛋白质 而妇女们也更多吃一些驯鹿的精疲 里面富含胶原蛋白可以美容养颜的 而每次吃完血咽的露毒 它们不会拿去到露的肚子里开涮 而是作为保温带来使用 把剩下的露血和脏气放入露肚里 充分的摇晃均匀捣碎 一旦凝固 一到露血洞就完成了 不得不说它们真是富含创造力 而后剩余的露肉它们会再次分割 按照不同的部位该冷冻的冷冻 该冷藏的冷藏 绝对不会浪费 就问如此血腥的美食 你敢吃吗 之前的退掉的露皮 则会被搭在户外进行风吹散味 晒干之后就可以制作衣服了 露皮制作的衣服 可以千年穿不坏 百年不用洗 这就是俄罗斯涅涅词人的生活 你敢去这里喝露血 吃生肉 生活一年吗 评论区告诉我